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个星期 澳洲的股市连续多天出现上涨 并且在周五是达到了历史上过去是11年半以来的最高纪录 澳洲股市收盘以6793点收盘 涨幅为0.6% 在过去的一周时间累计上涨2% 中国方面在上周五也有不小的上涨 上证指数轻微上涨0.2% 深圳则上涨0.8% 最终护身大盘上涨为0.5% 在欧美股市方面 英法德平均大约有0.3%至0.4%的跌幅 而美国股市则从上周四的高点回落大约0.1% 但是依然道琼斯指数是保留在26900点的高度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从1430价格经过四天的调整 目前回落至1395附近 另外数字货币比特币价格则稳定在11500美元附近 在今天热门话题中我们跟大家先来说一说 现在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经济经过两次的降息 目前是在尽力希望在短时间能够反弹 那么既然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澳洲的经济在未来六个月 是否能够比上半年表现更好一些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经济来说 总体来说 澳大利亚的经济呢 是以出口性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它本地的消费者 只有2500万人 于是呢 它需要依靠着国际上的需求 来帮助它的矿业 旅游 教育 资源 等等等等 包括最近几年炒得非常热的房地产 也是一样 所以在过去20年中 澳洲经济的腾飞 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国际上对其各个方面需求的增加 那么所谓的国际上很大程度上来说 说的呢 就是中国 从铁矿石到澳洲来旅游 包括留学生到澳洲留学 以及最近的十年澳洲的房地产起色 分里面呢 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的投资者 或者是消费者的贡献 那么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呢 大家就一定想问 那为什么现在反而不行了呢 我们知道呢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十年前 中国的消费者喜欢澳洲的红酒品牌奔富 想要呢 一年买一万瓶红酒 但是当时的澳洲一年可能只能生产一千瓶 因此为了赚到一万瓶的钱 奔富集团呢 就会大力的开葡萄园 来补上这九千瓶的缺口 那么可能几年之后 九千瓶缺口补上了 每年一万瓶的钱赚了好多年 但是最近几年 由于中国的经济在放缓 因此呢 可能需求量从一万瓶降低到了七千瓶 那么这一万和七千之间的三千 就成为了缺口 换句话说 目前奔富红酒一年依然 假如能够创造一万瓶红酒 但是只能卖出去七千瓶 剩下的三千瓶怎么办 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那么不仅仅是发生在零售行业 其实各个领域都有 从矿业到教育到旅游 包括最近房地产这几年 为什么下跌这么多 很大的原因也是 由于之前强大的需求 使得本地的这个供应链 在不断提高 从之前每年只生产几千套公寓 到17年封顶时期 每年可以生产出十几万套公寓 那么这么多的公寓生产出来 一旦需求下降 自然就成为了制销品 那么说到这个澳洲的消费 另外一个股票 大家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A2奶粉 上周也有朋友问我 同样是卖给中国的消费者 比如说A2奶粉 在过去两三年 一直是涨了很多 我们也是一直推荐 但是为什么我们 从来就不推荐这个奔赴集团呢 我们知道呢 奔赴集团的大部分的客户 其实也是来自于东南亚 尤其是中国地区 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股价 对比A2来说 奔赴红酒的股价在过去三年 一直是在下跌 而A2奶粉呢 则一直在上涨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由于这两个产品 本身并不是同样的产品 奶粉是必需品 一定要买 而红酒则不是 我们知道中国大部分的家庭 只要是第一个孩子 只要有一点能力 都会咬了牙 也要给孩子上最好的产品 肯定99%会选择呢 进口奶粉 在进口奶粉中 钱都已经花这么多了 那不妨再多加一点 选上进口奶粉中更加贵的 比如说A2奶粉 但是红酒就不是这个问题 经济不好 奶粉还要买 但是如果经济不好 红酒是可以不喝的 因此我们在过去两年看到呢 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 但是奶粉的销量 却没有出现任何的下滑 但是红酒 作为生活中的非必需品 则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跟客户推荐时候 会注意到的问题 同样是卖给中国的客户 同样是零售行业 但是奶粉和红酒 一个向上 一个却是向下 那么另外第二个话题 今天要说一下的就是 美国在上周五公布的 就业数据依然非常的强劲 那我们通常知道呢 这个一个国家经济好 那么它如果为了防止经济过热 通常会实施加息 那只有经济不好的时候 才会降息来刺激 但是特朗普在过去的一年中 到现在为止 一直在强调 他希望美联储能够降息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到呢 这个加息的时候呢 通常是一个国家经济非常强劲 比如说美国在过去三年中 它的经济走势非常好 就业也非常好 因此美联储呢 正在逐步的加息 那相反 比如说像澳洲 经济比较疲软 需要政府的刺激力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央行就会选择降息 但是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 并不满足于现在美国经济的好 他需要的是更好 所以说他在和全世界各个国家 重新签订贸易协议 他决定不攻打伊朗 而实施节约很大的军费 同样呢 他现在在从各个方面给美联储压力 希望他们不再加息 同时尽量能够有一次或者两次的降息 这是什么问题呢 因为除了经济表现以外 股市的表现 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一直强调他的业绩之一 那么现在美股已经是 两万七千点历史最高水平 在没有任何大的消息和政策的帮助之下 他很难出现大的上涨 除非这个时候 美国登上火星 或者说呢 美国全民降税 这是不可能的 或者说很难实现 因此特朗普目前就把这个机会 转移到了降息这件事情上 如果在经济好的时候 还能够降息 那么这个时候毫无疑问 对于美国的股市来说 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行为 现在毫无疑问 是非常规性的 也是不安常理出牌的 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 奇奇怪怪的总统 所以任何的怪事出现在他身上 都不足以为奇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 如果美元降息 那么美元的价值会变低 第二 美国的股市会再一次出现大涨 所以对于我们不论是投资澳股 还是投资澳元的朋友们来说 美国的降息都意味着 澳元上涨以及澳股再次起飞 以上就是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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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